大家好,我是Chusha,歡迎收聽安播足球快訊 星期六凌晨得甲有場賽事 利華古遜今輪將會作客對陣奧格斯堡 到時M直播將會有這場賽事的現場直播 利華古遜上輪不敵多夢突 得甲連勝紀錄遭到終結 全對上下應該心有不甘了 今仗面對實力差過自己的奧格斯堡 利華古遜一定會拿他祭旗 自從上年10月8日打和旭爾夫斯堡開始 奧格斯堡至今得甲只贏過一場 哪怕經過揭冬期的調整,表現仍未如理想 今輪主營利華古遜必然不配感壓力 目前奧格斯堡在得甲排第14 雖然進攻能力較上季有所進步 昆祥可以攻入1.28球 但在防守方面有所下降 昆祥失球數多達1.83個 近三場比賽當中,他們一共失7球 尤其是哥祥和多蒙特上演入球大戰的比賽 如果球隊後防線發揮好少少的話 或者能避免一場敗獎 在主場方面奧格斯堡和包尾史堡 黑04一樣只得到過8分 主場搶分能力排名戰底 當中輸球率達到55.56% 顯然在主場作戰未能帶給球隊有什麼優勢 而且以迪米諾域為首的進攻球員 甚至在主場發揮不如作客 主場入球數只佔總入球數的35% 所以今次奧格斯堡應該難有作為 陣容方面後衛奧斯福特和前鋒安祖哈欣 都是欣賞缺陣 另一邊利華古信 自從沙比亞朗素上任後 他們的戰績逐步提升 自去年11月開始 他們曾取得得甲五連勝 球隊排名因此升到中游位置 呼吸危機暫時高一段落 不過他們只是與各班區域有過位數分差 李華古信目前依然需要搶分力增上游 雖然上將遠敗給多蒙特 可以看出利華古信還是缺乏打硬仗的能力 但他們面對實力相當的對手 他們的表現是不錯的 在五連勝期間 球隊展示出過人的攻擊力 當中憑著莫沙迪亞比和賀露石他們的精彩演出 每場至少入兩球 當中五球大炒柏林聯都算是代表作 同時有四場成為首開紀錄的一邊 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球隊傾向於主動出擊 另外值得一提 對了,李華古信過去六次面對奧格斯堡取得 四勝一和一負這個不錯的戰績 當中有四次能夠攻入兩球或以上 所以說李華古信金將心理層面上顯然會更具優勢 金將他們的贏面值得提高 陣容方面,門將龍尼夫是因傷缺陣 喜歡這條片的話,記得按LIKE 以及訂閱我們的頻道 再分享給朋友觀看 我們下條片再見,BYE BYE!